大家好 我是杰西 那这是杰西在三月底的时候要开课的多译的阅读 跟进阶出阶的文法的招生影片 好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但是你很懒得看杰西影片的人 你不想听的话你可以到杰西下面 影片下面有个部落个连结 这上面都写得很详细这样子 好 那一开始先讲多译的阅读 因为进阶出阶的文法之前招生过了 那多译阅读还没有 好 那先要展现一下教学成果 好 就是一个大学生 他老师 学校规定五百五才可以毕业 好 听力阅读各需要两百七十五分 他自己看可以看到五百五 可以考到五百五十分 但是他阅读就一直考不到两百七十五分 所以我们就上了一对一二十小时的阅读的课程 好 看了十回 那这个学生真的是很用功 所以他考了七百四十分 进步了将近两百分这样子 好 那为了 就是不是空口说白话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妈妈的感谢的那个 Line的讯息这样子 好 其他的大家自己看 好 上课方式我们用June June这个免费下载 上课嘛 还用耳机 最好是有线的 好 这样才不会有背景声音干扰到上课 好 那阅读的考题的话呢 就是像这样子的 好就是类似正式考的考题 好 总共会上五回 每一回有100题 那上课的时候会讲解做题的技巧 补充一些相关的单子这样子 好 每一回的话呢 因为一回要上100题 实在是太夸张了 所以会分两次上完 一次上1.5个小时 所以一回会上两次 那五回总共会上15个小时 好 那这个就要麻烦同学 就是要赞助杰西加5500元台币 那救生跟该时段 什么叫该时段 有开这些时段 假设这些时段 就是有开班成功的话 前五位报名还有赞助的 你只要5000块就好了 好 那时间的话呢 假如是想平日晚上的话 有礼拜三晚上 好 三月二十三是开课日期 七点半到九点 礼拜五的话玩鸟 就是八点半到十点 因为杰西有其他的课 所以这个是唯一可以挤出来的时段 好 就是这礼拜其实很好啊 你上一上六日就可以休息了 对不对 假如你平日都不行 你也可以上礼拜六下午的 一点到两点半 好 这个班假如有顺利 有开超过两班的话 就可以互相补课 好 那时间你说这个我时间都不合 我想上 可是有没有别的时间 有 你可以写信 不是有啦 就是要看杰西能不能配合 假如也有满班五个人 那当然就可以开班了 好 那满五个人才会开班 15个人满班 但是杰西的班人数 其实通常都不太多 好 那开课时间 假如说我是预定这个时间开课 招数招生人数没有满的话 我们就会延到 有满五个人才开班这样子 好 上课的对象的话 你想说我光上课就会进步 对不起这个很难 好 你要想要增加阅读测验技巧 增加单字 想要搞更好的成绩的话 你必须要愿意付出心血 好 你要议习复习练习很多题目 好 那你还可以自己整理单字 你的效果就会很好 好 像我刚刚讲这个进步200分的学生 他每一个不懂读单字 通通都写下来 好 非常的认真 好 那还有呢 适合高中以上的学生 高中以上的学生 高中以上的先不用考多一啦 好 还有忙碌啊 你没有办法去笔记班上课的人 或者是辛苦的爸爸妈妈 好 杰西还发现蛮多 杰西的线上课都是爸爸妈妈来上的 这样子比较方便看小孩这样 好 那影片的话就是我们上课 会把上课的内容录影是提供学生复习的 所以你讲到请假 有开超过两个盘的话就可以补课 那没有的话就不好意思 那就没有办法补课 你要自己收看影片 好 那影片请你不要下载 好 请你就是私人使用 影片还有补充讲运真的都是杰西的兴趣 好 麻烦保证私人使用 不分享 不上传到社团 好 请你不要从事或公开使用或分享 都违反进去的权放 好 那影片的话要有Gmail账号才可以看 所以你要有一个Gmail账号 好 你才可以收看这样子 那全部课程上完之后保留一个月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假如是三个月 好 我们从三月上到六月 对不对 六月再一个月 七月会保留这样的时间 过期就不能再观看 好 就生的话你可以用LINE跟解析报名 新生你可以写到解析的信箱 好 注明要报名多益课程 好 那你可能会想说 可是我没有看过解析交 那个多益 我不知道上的怎么样 好 你可以写信到我的信箱里面 好 跟我讲说你想要试看多益影片 好 解析有录了一支影片 那就是想看的人可以 就写信给解析这样子 好 那影片的话就是 就是会对照着就是 比方说好 会讲到什么 比方说这个行动词加名词加off 加行动词加off 就是一个词性 或是考试的技巧 还有会补充蛮多单字 行动词名词 还有动词啊 这些就会把它解释 就是把相关的单字 就会解释出来这样子 好 就把它做成讲义 那这讲义的话就会分享给同学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没了 这是阅读的部分 好 再来 多一阅读的部分 再来是进阶跟初阶的文法 好 一样就是上过同学 他们觉得说心得敢讲 回馈一下 然后方式一样 初阶的教材是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Grammar 好 第四版 五百块的课本要自行购买 那进阶的话是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English Grammar 好 第五版也是要自行购买 好 在解析的这个最下面 你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哪一本书 初阶文法 你就可以进入这边 他就详细的说明 好 章节 然后还有课本 课本怎么不见了 为什么课本不见了 课本在最后面也是这一本书这样子 好 那进阶也是 那初阶的话有14章 我们会分14次上完 每次1.5个小时 共21个小时 好 进阶比较多一点 好 因为我们之前上两个小时 其实有点盯头 学的到后面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精神了 所以这次决定呢 20张分20次上完 好 上1.5个小时 总共会是3个小时 其实上下还蛮久的 那刚好你慢慢慢慢的吸收 学习学 这样子会比较好 你很快的上完 可是你没有学到东西 好 这样也没有用 好 那初阶的话 麻烦赞助5500 那一样跟前面一样 好 前五名或救生都是5000 那进阶的话是7500 前五名跟救生是7000 这样子 好 那上课的时间在这边 礼拜六的下午是初阶 你进阶的话是礼拜六的早上 或者是平日的晚上是礼拜一 这个时段 那一样之间不合可以跟解析讲 满五个人开班 满班是五个人 这样子 好 那上课对象就是你要加强文法 进行加强文法 就可以帮助你的阅读跟写作 好 可以看上面同学有写的 他们就写email起来 就会写的比较顺 好 可是你要愿意付出心血 逸习跟复习 这样你的文法才会进步 你真的只有上课 进步会非常有限 好 那充分预习复习练习 上课来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那初期的话你需要有一点点文法概念 就是你假如是零的话呢 上起来会蛮吃力的 好 那你会好像知道 但是用又不知道怎么用 那你要从头把基础打好的人 好 就很适合 那完全没有基础的话 你一定要预习跟复习 好 不然你会非常吃力 这样子 那进阶的进度比较快 你要有一些大致上的概念 你要讲文法 你要想解出正确的邮件 想看懂国际新闻的人 好 一样高中生 好 没时间上补习班 或者辛苦的爸爸妈妈 好 下面的话都一样 好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写到杰西的信箱 或者在影片下面 或者在脸书下面 或者在播放下面留言 这样子 好 那今天的招生影片就到这边 那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好 支持一下杰西 那有其他问题的都可以提问 好 那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希望可以上课见 拜拜